美中公益战战火重燃 美国总统川普坚持 不管有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都会受益 但真的是这样吗 《二街日报》指出 加税将使400亿美元产品涨价 私人家庭每年得多花767美元消费 再加上中国誓言反击的情况下 美国农民的产品 恐难以扣开中国大门 让川普的中西部农业铁票仓 可能因此动摇 影响明年延任选情 美国不好过 中国当然也不会好到哪去 根据外媒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玩过头 对贸易谈判承诺 出尔反尔 不只导致贸易战重启 更让他自己陷入两难处境 习近平若有限度让步 不但面子上下不去 也会引来民众不满 但要是用报复性关税反击美国 虽然维护了强硬形象 中国经济却将深陷贸易延长战的困局 甚至是中国当局最看重的华为 中兴和中国5G在全球的发展脚步 可能都会被拖慢 进而影响 2025中国制造的国家战略 堪称是伤敌1000 自损800 专家更用习近平正走在钢索上 描述面对的难题 但其实美中贸易战 不只是他们两国的事 而是全球的事 法国财政部长勒迈认为 贸易关税上升 世界各地商品流通量减少 法国和欧洲的就业机会 也会被摧毁 英国也是挫雷蛋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呼吁美中迅速解决分针 你们全球都被扫到 这波浪运战的台风位 我认为在结果 国财政大臣 会给大家的利润 我们都会被贏掉 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